接下来博鳌论坛 亮哥你看中方的态度 不确定的世界 但是团结合作迎挑战 开放包容促发展 很多人都来了 我觉得中国大陆 大概从去年就开始了 就是他不是开始推 全球发展倡议 全球安全倡议 那就逐渐的 不会说好像跟美国竞争 美国斗争当做主线 他现在更偏向说 我要建立什么样的秩序 你知道吧 就是朝正面说了 不跟着美国这个风向手 没有被带走 又怎样 那整天在那边讨论 要不要脱钩不脱钩 那根本不重要 重点是中国能够 营造出什么样的世界秩序 比如说他陆续在 要建构一些多边的经贸架构 比如说我们知道 金庄国家今天要扩容 那他有一带一路的峰会 上河组织也会扩大 然后他也到中东 跟海河会的国家在想要签经贸协议 对不对 那如果鲁拉不是因为流感 事实上巴西总统鲁拉这次去也要谈 南方共同市场跟中国的经贸协议 对不对 这是中南美洲跟中国 对 南美洲 南美洲跟中国 东南亚大家知道有RCEP 对不对 所以我是觉得中国陆续在世界各地 在建立这样的一种多边的经贸秩序 那他提出来的价值就是发展要优先 你国家一定要先发展起来 你其他的各种价值的发展才有基础 那第二个就是人民中心 那就希望能够推动的共同富裕 避免那个相差太大 那还有就是你刚刚讲的普惠包容 对 就基本上他所建构的秩序 不是要排斥任何一个国家 然后就是你刚刚讲的嘛 就是每一个国家都是应该得到 一样的尊重 然后 这个所谓的安全观 大家一起来谈嘛 大家是共同的安全观嘛 不要搞集团对抗 我觉得这些基调 很多国家都接受了啦 比如说东南亚 因为博鳌论坛核心就是东南亚嘛 新加坡是最不愿意悬边站的 不只啊 我跟你讲 我认为东南亚国家都这样嘛 事实上你说 但有时候美国会逼啊 对可是 比如说菲律宾是最典型嘛 因为菲律宾以前跟 他跟美国是有共同防御条约的 菲律宾就很摇摆 所以他在军事上 就会被美国逼着 对 因为美国有基地 要把基地拿出来 可是你说经贸跟政治 但是我不认为他会导到美国那边去啦 而且我认为今年比如说 南海行为准则 下半年应该会讨论出一个结果 那我也不认为菲律宾会逆着东南亚的共识啦 所以说东南亚比如说 当事国又不是只有你 有越南啊马来西亚啊印尼啊 这个文来嘛对不对 那人家因为我据我了解 已经讨论到第二版了啦 是 所以一定会有所进展啦 所以我觉得中国大陆在推的 就是一种多边的 彼此互惠 彼此包容的 然后有共同安全观的一种秩序啦 那这样的秩序 至少我们看到很多地方有成果了嘛 RCEP就是东南亚 是然后即将出现了就是中东嘛 中东沙特阿拉伯跟伊朗竟然可以和解 对不对 那这个联谊散开 你也看到叙利亚要跟阿拉伯和解 对对不对 然后伊朗总统即将访问沙特阿拉伯 那也看到叙利亚跟阿联酋在和解 所以中东呈现一种和平的氛围 对对对对 让大家觉得很惊讶 而且最打来打去的就是那边 对对那这个难道不就是 中沙伊的北京对话造成的吗 这大家当然会这样认为嘛 所以中国大陆当然也希望能够把它 运用到中俄乌嘛 那这里面当然还要有很多力量进来啦 因为中国毕竟不在欧洲 那比如说 接下来我们就看到他要跟西班牙的首相见面 这个桑杰士啊我跟你讲啊 他是这一届下一届的欧盟的主席 所以他不只代表西班牙 所以他是有影响力的 对对他下一届就是欧盟就轮到他当主席 因为欧盟主席是一人只有当一年 下一届就是他 然后接下来我们知道马克宏大概4月8号要去中国嘛 对对不对 所以那西班牙也算是欧洲的大哥 给力的都来了 对不对那事实上 你也知道嘛那个德国肖茲 意大利那位早晚也会去啦 肖茲已经去过对 那意大利那位也会去啊 就是他因为中国今年有这个 我们叫这个高级的消费品的参展嘛 那意大利是主兵啊 是啊名牌很多啊 对啊所以他一定会去嘛 所以我觉得欧洲各国应该也会陆续 对俄乌的一个和平计划做出表态啦 是没错啊中国的市场这么大 每个国家在中国一定可以找到他的舞台 但是呢我们来看一下全球的局势 哎真的还要硬碰硬下去吗 其实有很多国家你会发现 哎吃软不吃硬 大家坐下来好好谈其实是OK的耶 还要跟着美国这样子走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俄罗斯与核战的距离 哎怎么会在俄罗斯搞成这样呢 我们先来看这一则报道 俄罗斯总统普丁最近又在放话又在呛瞎了 因为他又被激怒了 为什么呢 因为英国说要送到乌克兰平右旦 所以俄罗斯总统普丁 好啊你送平右旦 我也有底牌啊 我有很多核武啊 所以呢普丁就呛瞎说 那我就要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 哎各界就担心了 但是呢美国又来马后炮了 像白宫的这个发言人科比就说 对啦普丁是这样呛瞎啦 但是我们还没看到有任何的动作啦 那欧盟是先警告白俄罗斯 你知道吗 这个警告不知道还给不给力 因为欧盟已经在制裁白俄罗斯 他们又警告说 如果你让俄罗斯放了核武 我们会有更大一波 更性一波的制裁哦 但是背后有普丁在挺他啊 我们先来看这一则新闻 画面中远端的一栋建筑物据称是俄军指挥所 遭到乌军发射海马斯多管火箭弹攻击 瞬间被炸成一片废墟 显示美国军援的海马斯威力强大 而俄国国防系统宣称 乌克兰的无人机对俄国一个城镇发动攻击 造成三人受伤五栋民宅受损 俄方已经将这架无人机拦截下来 对于侵犯俄国领土乌克兰方面不愿证实 根据乌克兰统计截至当地26号上午 俄军单日阵亡人数增加了660人 累计已经破了17万大关 而在俄罗斯总统普丁宣布 将在白俄罗斯部署战术核武之后 引发各界议论以及担忧 外媒报道 俄国拥有约2000枚战术核武弹头 是美国的10倍 不过白宫方面表示 美国目前还没有看到俄罗斯移动核武的迹象 欧盟则是警告白俄罗斯 如果让俄罗斯存放战略核武 将会对明斯克实施新的制裁 而俄国拥兵集团瓦格纳首脑透露 已经有超过5000名的俄国罪犯加入拥兵组织 在投身乌克兰战场之后遭到赦免 但是人数只有全部囚犯的0.31% 显然招募不如预期 这些囚犯多半被派往最危险的前线 因为缺乏训练而死伤惨重 记者综合报道 好的确普丁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普丁的理由就是 你美国一直都在这样做 已经做几十年了 你把战术和鲁一直放在这个北约 你行我就不行吗 我们先来看一下到底放了没呢 首先俄罗斯放了没 白宫说还没有 北约发言人也说 我们正在警惕啦 但是还没有看到 但是普丁也说了 你美国就放了很多战术核武 你放在别人的国家 美国到底放了什么东西呢 冷战期间 美国跟北约有一些协议 比利时 德国 意大利 荷兰 土耳其 跟英国当时都部署了一些核弹储存设施 2008年英国是先 射出了他们的核武 但是我们来看下去 北约五国核弹位置 美国不只在世界各地驻军 在五个北约成员国 他部署了150枚的核弹 这些核弹都是美国的 比利时 荷兰 德国 意大利 土耳其的这些基地里面 通通都有 现在军事专家说 美国在欧洲部署的数量正在减少 刚刚说到150枚核弹 他说要减少为100枚 为什么呢 因为他说要运回本土进行升级 亮哥你怎么看呢 普丁说的也没错啊 美国也一直在这么做 他把这个核武放在别人的国家 那美国就说 我是要保障你们的安全 但俄罗斯这么做 美国就说不行 你这样对世界很危险 美国这个 这个是冷战遗留的结果啦 你看那几个地方 德国跟意大利都是战败国嘛 那土耳其是在北约刚创建的时候 美国就马上拉进来嘛 因为土耳其那个地缘政治特别重要 那坦白讲 土耳其已经距离俄罗斯非常近了啦 对 所以俄罗斯就说 你在我周边早就部署了嘛 那我现在到白俄罗斯部署 只是做个制衡而已 那白俄罗斯 俄罗斯要去部署两种东西啦 一个是 他要把实架大型 可以携带核弹的飞机 就战斗机啊 要飞到白俄罗斯 他说改装好了 就要停在那边 那第二个就是 你讲的战术核武 是移动式的啦 那俄罗斯的战术核武 是全世界做得最好的啦 因为我们在讲那个 所谓爆炸当量要把它减少嘛 那美国做到最小只有300吨 300吨其实还是很可怕啊 我跟你讲啊 那个原子弹300吨不得了啊 我听说俄罗斯可以做到 有人说啦 说可以做到200公斤 啊 200公斤 非常小 那个地球还会存在吗 不是200公斤 然后那个银就全灭嘛 就打到某个基地啦 把那个基地摧毁 那没有造成核扩散太大 这个是他的目的嘛 所以做得越小表示技术越好 那这个美国据了解最小的 就是300吨左右 那因为他是战术核武 所以就是他的射程也会比较短啦 所以就必须要排在比较近的地方 当然你如果就军事专家的角度啦 俄罗斯 他的核弹有6000多嘛 那你从俄罗斯境内 那个长城的到处都射得到啊 可是那种都是巨量 就是毁灭性的 毁灭性的 对对对 都是毁灭性的啦 那俄罗斯当然不会用这个来打啦 打这个地球就没了嘛 对 所以他现在要放到白俄罗斯那边 他只是在警告你 事实上我跟你讲啦 在白俄罗斯之前就已经传出 在卡里宁格勒 那他不是也有那个战略轰炸机吗 对 事实上那个也有核弹 都已经有部署了 也有啦 我跟你讲 所以俄罗斯他不缺啦 这个Kirby他是谁便讲啊 说你没有再移动啊 飞机就飞过去了 还没有移动 因为战术核武 他不一定看得到啦 是 他比较小嘛 所以这算是比较警告异味吗 不是啦 因为我觉得他是在弃英国啦 因为英国要提供皮诱丹 对嘛你也知道嘛 那皮诱丹这种东西 就是大家都有证据可以证明 说他会造成核辐射 那会造成这个得癌症死的人要暴增嘛 那全世界只有美国使用过 美国炸过伊拉克炸过叙利亚 也炸过塞尔维亚 那都造成当地癌症病人增加 那美国死不承认啊 对英国连自己英国也说 英国根本没有 这就是普通的弹头啊 我跟你讲英国根本没有用过 对 可是呢英国他就说 因为这个皮油弹 它的熔点高达3000度 所以它的穿透力 就是穿透装甲 它比一般更有效啦 因为你如果用铅弹头那没有用嘛 他用这个就非常有效 那英国就说 他以前也用过啊 跟着美国打北约那个塞尔维亚的时候也用过啊 那普丁就非常生气 普丁就说这个历史已经证明它是脏弹嘛 它就是有污染的飞弹嘛 那我觉得乌克兰也是很可怜啦 到时候都是打在你的国家里面 对啊 英国要送他们就要用吗 你去想一想 你明知道那是脏弹 英国送给乌克兰 难道乌克兰敢打俄罗斯吗 恐怕还是打乌克兰境内的俄军吧 那不就是打到你自己的领土吗 所以你自己的土地也会被污染 是啊 当然是嘛 所以我觉得英国跟美国真的是很坏心 哇 好邪恶哦 就是这种事情你怎么干得出来 那当然就让人家怀疑它的动机 这个我坦白说啦 怀疑动机就是说你就要逼 普丁把战争升级嘛 然后让俄乌和平谈判不会成功嘛 就基本上美国现在都在做破局的动作 因为中国大陆从中沙伊 就是沙特伊朗 然后到中俄乌 眼看着和平进程在往前启动 尤其是中东 已经放开了嘛 那你看美国在干嘛 美国去炸叙利亚 然后他就说 伊朗不能信任啦 这叙利亚这个就是伊朗支持的 对不对 那现在我还听到另外一个讯息 就是以色列的鹰派 因为他现在总理就是纳坦亚呼嘛 他就是鹰派 他也想打伊朗 可是不能够用公开的方式 你知道吧 所以现在就变成是 他们眼看伊朗就即将要来访问沙特阿拉伯 那美国跟以色列都非常的焦虑了 就说万一这个和平进程让他搞成了 那怎么办呢 以色列怎么办呢 美国怎么办呢 所以现在我觉得我的感觉就是 美国跟以色列 以美国为主啦 就是他要让俄乌的和谈的局面 还有沙特跟伊朗的和谈的局面破局 所以呢 谁最不希望世界和平 我相信大家有答案了 聊天室欢迎大家留言 哪一个国家最不希望世界和平 听完亮哥分析 那再来呢 我们带大家来看 很多人很好奇 如果说真的要发射核弹 到底要怎么发射呢 要按哪一个按钮呢 这个按钮就藏在这个公示包里面 俄罗斯的核按钮呢 跟北韩一样 跟川普一样 有一个手提箱 你还记得不记得 之前川普有呛吓过 他说金森森有嘛 我也有 我还比他大科 但是这个不是比大不大科 这个俄罗斯的核按钮呢 他们有这个手提箱 有一个名字哦 取名叫做切格特 切格特什么意思呢 它就意味着 高加索三脉的切格特三 随时都在总统的身边 据说呢 这个手提箱 不只是普丁身边 一定会有 还有呢 肖伊古 俄罗斯的国防部长 还有他们参谋总长 都会有这个手提箱 据说呢 这个手提箱里面 有两个按钮 一个是白色的 按下去就发射 但是呢 并不是直接 从这个 普丁的那个箱子里面发射 红色是取消 如果按下来之后呢 他马上就会联系 这个战略火箭部队 透过这个火箭部队来发射 所以呢 其实 不是一个钮啦 这个太太 你看那个 猎杀红色十月 要两个人一起按 要一起按 当然啦 不然里面一个人乱按还得了 拜托好不好 误触的时候 而且要输入两组密码 对而且他是 他是下达 下达一个命令的意思 不是按了就发射 他我跟你讲 他现拆 然后你有一组密码 我也有一组密码 所以会不会是这三个人 必须 应该是三取二 三取二 两个人都要有 对他不是一个人单操就可以了 不然如果有一个人疯了怎么办 所以这个手提箱是随时 普丁去哪里他都带着吗 美国也是啊 去中国也是带着 美国不是叫football吗 对 美国也是这样啊 我不是不知道 中国大陆的模式是什么 不知道习近平要不要随时带着 的确 好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来看到 那个普京还有一种飞机叫 美国也有啦 末日专机 就是万一有核战的风险 他就一直飞在天上 因为他可以 大概可以排旋在48小时 那就变成临时的总部嘛 因为到时候 搞不好你的指挥所都被炸了 所以他这样有一个 可以指挥的地方 然后那架飞机 本身就是指挥所 你也可以按核单 所以呢俄罗斯 美国有很多招可以牵制 但是俄罗斯有很多招啊 美国欧洲防不胜防啊 没有啦这个应该说 美俄这两个在 就是苏联啦 就是在冷战时期 他们就各有绝招啦 而且坦白讲 我们讲那个什么 毁台计划 俄罗斯 我也读过苏联的毁美计划 你知道吧 我们不是有一部电影 叫世界末日 你记不记得他去炸哪里 炸黄石公园 那个就是苏联算过的 说那个地方会引起火山的连方爆炸 所以他不见得是用火药 什么弹药去毁灭你这个国家 就是原子弹 没错 但是呢星期几 美国前国务卿有发出一个警告 他说如果在现在的时代 再出现冷战 会比上一次美国跟苏联更加可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